我們可否用一個形容詞EWO來形容一個國家呢? EWO這個字是一個道德的字 道德是一個人的標準 所以我們將EWO這個字用在一個國家裏面 我覺得不適合因為國家本身是一大堆人 我們一說這個國家EWO 我們是否指整個國家裏面的每一個人EWO呢? 我相信當然不是 所以我想我們就不應該用EWO這個字去形容一個國家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仍然可以用一個道德的角度 去審查一個國家他自己對自己人民 或者對其他國家人民所做的事 是否合乎一個所謂的道德標準 這裡的道德標準我們應該看看 一個國家的道德標準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人的道德標準很簡單 就是用我們自己做一個單位來量度 就是如果我想人家怎麼對我 我這樣怎麼對人 又或者那個負面的就是 我這樣不想人家怎麼對我 我們就不要怎麼對人 這個我們做得到 那麼國家可不可以呢? 當然我覺得國家都是由人組成的 所以國家應該就是反映到 人的大部分同意的所謂的道德標準 所以我仍然覺得呢 如果我們要量度國家 是否合理地對待其他國家呢? 最好的量度單位仍然是說回呢 就是一個國家 如果你這樣對其他國家 可不可以調轉頭 如果你可以調轉頭的話 我覺得你就OK了 不可以就不可以 但是很可惜了 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面 就很多時候就不是用這個 道德標準作為他們的行徑的指標 反而很多時候就是 以個拳頭大勢決定 我們人類歷史都不是很久 有政府的文明計 但是五六千年 所以這個政治架構 這個國家的組織 我相信會繼續進展下去 會繼續進化下去 變成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目前的形勢來講 我們看到 在現在這個世界 有一個超強大國 就是美國 而這個超強大國 因為他自己的軍事力量 他的經濟力量很大 所以他就開始 他就一直都是外國 因為他對外就是 指手滑腳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評語 而他對內 亦都有一套 我覺得美國一樣的上場標準 就是整個 他們那個國家 那個表面上 講出來的東西 和做的東西 完全就是兩回事 有人指責我 就說我是 Anti-USA 反美國 我就 以事論事 所以我 我是有少少 是針對著美國 看美國的東西 其實 原因很簡單 第一 第一 他現在呢 在世界上舉足輕重 他經常說自己 是那個標準 所以 如果他是標準的話 如果那個標準是不合的話 我們是 絕對有理由 去批評這個標準 這是第一 第二 我現在生活是一個西方國家 所以 在資訊方面 我拿到的資訊 大部分都是 用英文拿 所以很多 都是講關於美國的東西 我也都會開始 去國內 拿中國 那些 資訊 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我可以 對中國政府 做一些 批評 如果找得到 但是 我所拿到的資訊 大部分 都是正面的 所以才會慢慢試 我覺得 今天的中國政府 在一部分情況之下 做得不錯 好了 所以我現在 我想在這裏 就 花一點點時間 就一次過 就把美國政府 撥倒他 先說 第一件事 就是說他的 對來 內母就是 Domestic Matters Domestic Matters 他們經常都 美國有一個 很嚴重的 所謂Exceptionism 即是 他覺得自己 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經常覺得 A Nation Under God 就是神的國家 於是把 基督教神 本來這是一個 猶太人的神 搬去美國 就認為 經常都說 God bless America 神會幫他們 這個就是他們的 雖然在憲法上 他們說明 他將宗教 和政治分開 但是 結果 現在表現出來 就是 這兩件事 是一大堆 當然 入面 不是一個宗教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各有各 大家都在 角力 到底 大部分 都是被 基督徒贏了 但是基督徒之下 亦都有 千萬個 支派 各自各 大家在爭 這一回事 先從一個角度 說吧 第一個角度 我想說 所謂Corruption 貪污問題 網上朋友 叫我 評一評中國 的貪污問題 我會遲些說這件事 首先先說美國 美國表面上 好像沒什麼貪污 但是 美國的貪污 已經腐蝕到 入肉 入骨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美國的所謂 Political Lobby 即政治 游說 組織的游說勢力 非常非常之大 而竟然 可以把游說這件事 就是 用錢在那些 政治家的身上 然後 影響政治家 為你做事 這件事 變成合法 即是說 當一個國家 將那個 貪污 變成合法 之後 這個國家的貪污 程度 已經沒得量了 因為 你當作是合法 而這樣說 別人是貪污 而你自己沒有 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 掩耳道靈 如果你真的沒有貪污 你可以去指責別人沒有貪污 但是現在 你把貪污變成合法 就是指責別人貪污 我覺得這件事是個很嚴重的錯誤 這是第一 第二 至於當美國政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來之後 很多時候有些內部的人 他過不了自己的安全標準 就是一個道德標準 所以他就會出聲 這些 Visoboros 即是 將那些國家的事 提醒其他人 做這些事情 一直以來 美國都有幾個很出名的Visoboros 例如 在水門事件 那件事 有一個人 洩露出來 然後就引致 一些人 留意到 結果有一個總統 要辭職 另外 近年 有幾個大 有兩個 我覺得起碼有兩個 大 一個就是 今天叫做Chelsea Manning 當年他洩露的機密的時候 他是以男人身出現 所以他是 Bragley Manning 他就把 美國的 Eraq Warlots 即是那些 戰場上面的 那些紀錄 就洩露出來 以後 讓世人可以看到 到底在美國政府 在這個 伊拉战爭裡面 所做的那些 不合法的事 結果現在這位 人士 現在正在坐二十幾年牢 另外一個 就比較聰明一點 他就 逃離了美國 現在就在 莫斯科 就是 Edward Snowden 斯洛登 斯洛登 他 就洩露了 美國 鑒聽 不獨 只是 他自己 本國人民的 所有的 電訊 即是包括 電話 現在大部分 電話都是電訊 網絡傳送 電郵 而且 他還在 全部監視 全世界 所有人民的 電訊 所以我說這些 美國政府 完全知道我 在說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監察到 這件事 就是 違反了 美國整個說 就是要人民 有一個 所謂 有一個 私隱的權利 但是 他完全 亂來 他這樣說 我是為了 自己 國家安全 如果他真的為了 自己國家安全 的話 他一會兒 我會提到 他不應該做 那些事情 這個是另外的事 至於 他國內 所謂的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當然 我們比較一下 例如 今天的 香港警察 和美國警察 對抗議的市民的做法 在網上看 大概十兩小時前 即是昨天 美國時間 應該是 12月 10日 或者11日 在加州 有些抗議分子 阻塞功勞 美國捉了150個人 香港的佔中分子 阻街阻了兩個多月 警察 仍然可以容忍他們 當然有些人會被暴力 然後被棄數 但數字上 比起來 差很遠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警察 槍殺市民 而市民 當時很多情況之下 就是 第一 沒有武器 第二 我們可以看到 那些警察 槍殺市民之後 幾乎是完全不用負任何責任 例如 Michael Brown 他說 Michael Brown 是一個很大 很大 的黑人 那是否一個大 的黑人 應該被殺 他大 那又如何呢 如果你想要逮捕 Michael Brown 你不需要槍擊他的頭 你只需要將他制服 但是 美國警察 殺人 好像不需要被判 另外一個 12歲的黑人 在公園玩支援槍 什麼 警察下車 幾秒鐘之內 如果警察 警察是會被 拿去法庭受審 我完全可以 這個 個人問題 但 當這種情況發生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而那些 警察 竟然 不用受到 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我不是說一定這些警察是錯的 而我正在說 起碼這個警察 有個責任 去答辯 為何在這種情況下 你需要射殺這個 市民 那現在 我有一個數字 在這裏 在2012年 美國警察殺死的黑人數目 就有 400個 在2013年 就有320個 那就是平均 每天都有 這其實 是一個 文明社會 很恐怖的事 另外 美國 不算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但是 在美國 坐牢的人 是全世界人數最多的國家 我們說 OK 我們可以 另外一件事 我們不要計 那個 坐牢人數 計算 所謂 在人口之中 多少人會坐牢 那 美國第二大 第一大 就是一個非洲國家 美國 就是有 707個 out of 十萬人 每十萬人之中 有707個 坐牢 是美國 特別多人犯罪 或者 美國 捉罪犯的效率最高 使到 所有的罪犯都 全都坐牢 如果是 後者 即是 美國 捉罪犯的效率最有效 捉了這麼多罪犯之後 各個國家 應該就沒有犯罪 沒有什麼犯罪的情況 出現 捉了 但不是 美國的犯罪率不低 換句話說 這個所謂 坐牢不坐牢 是一個種族歧視的表現出來 這個應該從數字看到出來 在那些黑人和中美人 佔他大約人口中的13.6% 若莫 要看你哪一年 我在拿其中一年的資料 好像是2009年 但是 在監獄上的比例 即黑人和中美人士的比例 就是39.4% 幾乎大了三倍 換句話說 要不就是這種有顏色的皮膚的人 是犯罪特別嚴重 要不就是種族歧視 你故意將這些人 是有理無理 我之前看過澳洲Level做的片集 叫做First Contact 第一次提到 澳洲的白人 而今天的白人 對澳洲本來的原住居民的認識很少 所以特地安排了六個澳洲的普通市民 就跟澳洲的原住居民接觸 這叫做First Contact 第一次接觸 有些系統性的歧視 當然 當然 澳洲的土居民 沒有酒 沒有Alcohol Alcohol 就是白人帶進來之後 但是現在變成了很多的原住居民 就有喝酒 成為他們的社交問題 喝醉之後 當然就是很多時候有家庭暴力 第二件事就是 有很多女士懷孕之後 仍然喝到好醉 使出生的首歌 天生有了結核 這些事 現在我們才可以慢慢的 繭上來 即是說 這個Systemics對於其他種族的歧視 我很相信美國是很嚴重的 例子就是 白人警察殺黑人的市民 這個事實在出現太多了 所以這幾點 我覺得美國的對內 和他叫其他國家對內的做法 是雙重標準 他叫人家要有言論自由 你自己國家裡面 那些visual borrowers 完全沒有言論自由 可以 你叫人家要對 那些警察對市民好些 你的警察對市民 完全是暴力 暴力的嚴重程度 暴力的嚴重程度 去到槍殺市民之後 不用負任何責任 我想沒有東西能夠大 有談人家的貪污 現在我指出 你所謂 political lobbying 根本就是貪污 對內內 對愛又如何呢 我最反對的原因 當然就是伊拉克的戰爭 伊拉克的戰爭 伊拉克的戰爭 一直都說沒有 每次都說沒有 每次都說沒有 但是 當時的美國總統部署 就製造了一些 所謂 Intelligence 製造了一些情報 說他有 於是 沒有在聯合國批准之下 進兵進去伊拉克 這一個呢 就是戰犯 是在沒有合理情況之下 發動戰爭 這是戰犯 結果呢 就超過一百萬人 當然這個數字 要看你從哪個報告看 有些報告就說 他有七十幾萬人 有些說他有八十幾萬人 數字各有不同 有些數字說到他有過一百萬人 起碼在伊拉克裏面 就算當他是七十萬人 都有將近一百萬人 是死於非命 是因為你在這裡發動的戰爭 如果我們計同期 如果撒旦母仍然在飲的話 他會不會同期殺死這麼多的伊拉克人 當然撒旦母曾經殺死過很多伊拉克人 但數字相比起之後 這個的暴力 比起撒旦母的暴力 其他那幾個 包括了英國的 和我們澳洲的 那個John Howard 捉去國際的戰犯法庭 去受審 當然不會 這個就是 Illegal War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美國就很喜歡干擾別人的內徵 干擾手法很多 有些呢 我在那個 我那個Paylist 我那個系列裡面 講那個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下 在各地做個好事 現在我講到第八個 已經有八樣東西 我講了出來 其他我會繼續做下去 美國在世界各地 周時 就因為 只是因為 對他國內某公司 是有少少不利 他就是發動人民的叛變 很多時用的手段 就是一些 所謂 covert operations 即是說 是秘密的手段 讓別人不知的 陰謀手段 第三件事 我想說 現在他對外來說 就是很多時 發動一些 無人機的 那些 戰爭 你在別人國家之內 比如巴基斯坦 美國沒有跟巴基斯坦宣戰 你是沒有理由 派出你的軍用飛機 當然 那個軍用飛機 在CIA的操縱之下 在中情局的操縱之下 然後 謀殺 別人國家的市民 你說那個市民是恐怖分子 可以捉捉那個軍用飛機 然後去受審 證明它是先 但現在不是 現在他直接就是 直接去謀殺那個 政治反制 用的手段就是 射飛彈過去 結果 相及平民 相及一個平民 都是相及一個平民 因為這樣 使得 別人國家之中的市民 有一個憎恨之心 有一個血愁 於是 那些人 比較容易 尤其是 在極端組織的 鼓勵之下 會變成恐怖分子 如果美國的策略 真的要防恐 反對恐怖分子 他做的工作 是應該去別人地方 給教育 給那些人 開辦學校 開辦醫院 你減少了 你對美國人的仇恨之後 自然對你引致 那個恐怖的襲擊 會少很多 但他適度而反 他特意去做一些血愁 你殺一個恐怖分子 之餘 你殺多一個平民 那個平民 就有一個血愁 於是 就會更加多 那些人 更加容易 被人家 極端化 成為恐怖分子 美國 我彈他 是因為 我媽媽 我還有三個妹妹 是美國公民 我是愛之心 然後才會 說得越緊要 我 很希望 美國 可以 脫離 這個 政治 現實 不要再受 一些 有少數勢力人的操縱 現在很明顯 美國就受了 美國 就受了 一段話 基本上 他就說 第一 中國 不輸出革命 不會走 指指別人 你要怎樣做 第二 不輸出貧窮 和不輸出疾病 第三 不會在別人 說三 道四 我覺得 習近平覺得很對 如果你想在別人 說三道四 你要自己做得好 如果自己做不好 你是沒有資格說別人 所以 我這個視頻 就比較長了 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演員 看看我是不是太激烈 說三道四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對我們的事情之中畫腳 中國 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 三不去遮到你們 還有什麼好說的 面對全球